从前苏联研制核武器成功开始,苏联就是中坚持,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,到现在普京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,对俄罗斯来说,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。 不过,如果细看普京的发言,其实并没有什么明显变化,普京强调,在俄罗斯有关核武器使用的诸多理论中,并不包含对潜在敌人进行日法性和打击的原则,这意味着他的国家已经做好准备,只有当侵略者对俄联邦领土进行攻击时,俄罗斯才会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。 这就是说,俄罗斯只是承诺,不会在主动进攻的时候,首先使用核武器。 但当俄罗斯的国家领土受到攻击的时候,也就是战争已经危及俄罗斯本土,俄罗斯就不遵守这个承诺了,是会首先使用核武器的。 这分为两个部分,一个是对潜在敌人进行预防性核打击,一个是当侵略者对俄联邦领土进行攻击时,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,前一个是主动进攻,后一个是国土防御。 前苏联对使用核武器的态度是没有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,无论是主动进攻,还是本土防御,都拒绝做出这个承诺。 而普京现在的表态承诺则是选择性的承诺,只承诺不在主动进攻的时候使用,但保留了在遭遇本土侵略的时候使用核武器的权利。 为什么承诺不在主动进攻的时候首先使用核武器呢? 当然是因为,经过有核武器以来,这么长时间的历史检验,所谓的对潜在敌人进行预防性打击,也就是主动进攻的时候,没有必要使用核武器,俄罗斯现有的常规武器就已经足够用了。 其实,从历史经验来看,自从有了核武器之后,对用核武器的国家来说,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已经告别了被侵略的历史,即便是那些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来说。 在面临火土被侵略的时候,是不是使用核武器,也是个政治决断的问题,这个承诺都不会起太大作用。 尤其是对美国、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来说,所有的承诺都只是一纸空文,是否遵守完成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。 原因很简单,即便它不遵守,别人也不能拿它怎么样。 国际法也一样,美国可以进攻一个南联盟,用国际法审判你落舍为奇。 但普京就是违反了国际法,也没人能把它怎么样。 而且,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每天都在违反国际法,不断退出各种国际条约,谁也不能把它怎么样。 从这个意义上说,国际法和这种国际承诺,本身就没有它的意义。 作为小国,无论是否承诺都不会有人在意。 作为大国,即便承诺了,别人也不一定会完全相信。 但在特朗普刚宣布美国退出忠诚和武器协议的时候,普京却做出这样的表态,就有点故意让特朗普和美国难看的意思了。 普京就是想在全世界面前表明,美国和俄罗斯,特朗普和他,究竟谁才对国际秩序更负责任。 作为大国,即便对国际秩序更负责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